大家好,這裡是珍愛小酥糧 今天就用花生米來給大家分享一個特別的新鮮法 首先我們先準備500克的花生米 倒入籃中 然後把破筍的還有一半的全部給它挑出來 接下來我們直接用油水給花生米清洗乾淨 花生米的表皮非常的髒 所以我們在食用之前一定要清洗乾淨 洗好後我們倒入一個乾淨的碗中 這個時候我們先倒入一碗溫開水 先把花生輸潤一下 然後再倒入一大勺的食用鹽 接下來再準備一些材料 生薑、八角、桂皮還有香葉 直接放入碗中 給它攪拌均勻後 放一邊給它醃漬20分鐘 時間到了我們來看一下 這時候的花生米特別的熱味 好啦 這時候我們把花生米給它倒出來 控一下水 開磨、起鍋、倒入大米 用手給它鋪平一下 這時候鍋內的溫度已經很高 我們先用蒜子給它少兩下 然後把花生米給它倒進來 這時候我們要用小火 先把花生米的水分給它掃乾 少了幾下 花生米裡面的水分就已經中滑掉了 然後再把它改從中滑繼續翻炒 大概少五分鐘左右 我們來看一下鍋內的 不管是大米或者花生米 都已經快熟了 這個時候非常的重要 上次一定要不停的給它翻炒 這時候的花生米就已經熟了 我們給它倒出來 用這個方法 不管是大米還是花生米 都非常的酥碎 這樣滿滿的一盆大米一勺花生 老人小孩都非常的喜歡吃 吃多了還不會上火 自己都忍不住 偷吃了一個 哇 這個味道特別的香 好啦 那今天就先分享到這裡 喜歡的記得收藏喔